近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没有一样迁徙的消息,据说一样迁徙这段时间都在闭关拍摄新的作品。 虽然一样迁徙一直都在闭关认真的拍摄新作品,但是一样迁徙还是被前辈在节目中隔空喊话,在快乐大北云中,有一个游戏环节是嘉宾要互相戴耳机,根据口语来猜测对方口中所说的内容。 而在这个环节中张雨琪抽到的是一样迁徙,表演者则是歌手张信哲。 从张雨琪的反应能力和猜词速度,能看出张雨琪对一样迁徙还是比较了解和欣赏的。 其实这不是一样迁徙第一次在节目中被前辈cue到,在之前的《我就是演员》的节目中,前辈张子怡就有隔空提到一样迁徙,说一样迁徙是现在青年演员中既有人气又有实力的标准,电影少年的你评获了很多奖项和多个奖项提名。 可见一样迁徙饰演的刘北山,是真的走进了观众的心里。 唱歌跳舞的一样迁徙,原来演戏也能这么棒,演艺圈的不少前辈对一样迁徙称赞有价,也越来越欣赏一样迁徙。